林兰,你来给我整理一下房间 早上八点,我才刚到了好家 男主人好剑忽然站在房间门口叫我进去 我有些犹豫地看着他 我是个即时保姆,来这家工作过几天 虽然只跟好剑这个男主人相处过两次 但我能感觉到,这个人看我的眼神很不正常 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我是一个保姆,这天我接到了一个新的单子 可踏进雇主的家里的那一天 差点被莫名卷入一场阴谋之中 要不是因为疫情我的单子本来就不多 我是真的不想过来 可现在,我犹豫了片刻 看着好剑不依不饶,恶狼一般的眼神 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好哥,那你出去喝杯茶 等我收拾完,话音还没落下 我忽然听到身后咔哒一声响 好剑居然把门锁上了 我感到惊恐万分 想要挣脱好剑的控制 但她的力气十分强大 我根本挣脱不开 林兰,你这么年轻漂亮 天天干这种苦力活 当保姆有什么意思 好剑的声音低沉而暴躁 她的呼吸吹在我的耳朵里 让我感到不舒服 我想要说服她,放开我 好哥,您知道我只是一名小保姆 我只是想赚些钱,您能放开我吗 可是,好剑的手却更紧了 她不断说着诱惑的话语 保姆这么累,你跟我走 每个月只需要陪我睡睡觉 我会给你双倍的工资 怎么样 我感到一阵恶心 想要拒绝她 但是我也知道 如果不妥协 我可能会面临更加糟糕的局面 不要 我被吓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虽然保姆这份工作有些辛苦 但我只想凭借自己的能力谋生 感觉到好剑的手 已经在我的身上游走 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恶心感 低头一口咬在了她的胳膊上 我认为我这一口咬得很用力 嘴里都有血腥味了 但好剑并没有躲闪 反而顺势伸出 另一只手捏住了我的下巴 啪的一巴掌甩在了我的脸上 真是的 只是一名保姆 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吗 我被好剑一巴掌打在了床上 但我并没有松懈 抓住这个机会急忙爬起来 赶紧往门那边跑去 虽然被打了一巴掌 但好歹没有再次被她抱住 我咬紧牙关 去拧门把守 身后 好剑仍然没有放弃 宁笑着再次向我扑来 你想跑 也不看看这是我的家 你想往哪里跑 林兰 听话点 我让你少受点苦 我不敢回头看她的模样 也不敢理睬她的话 虽然知道逃跑的机会很了忙 但我仍旧想方设法地打开锁 我已经完全不关心 今天的订单是否会被投诉了 此时此刻 我只想平安地活下去 然而 房门还没有打开 好剑又一次抓住了我的长发 我的头皮传来了剧痛 我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完蛋了 我和好剑之前斗争的时间太长 我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 此时只能任由她再次把我拖到床上 但就在好剑伸手要撕我衣服的时候 房门突然被猛烈地敲响了 爸爸 快开门 有人来我们家了 听到门外传来好嘶嘶的声音 我兴奋地差点喊出来 之前我几次到这里来 每当好剑不在家时 好思思总是像个小大人一样 对我关心备制 给我送水等等 由于这个小姑娘的温柔体贴 我和她的关系处得还不错 我拼命躲避好剑捂住我的嘴的手 向门外呼喊救命 而好思思在门外敲门的声音 越来越紧急 好剑阴险的目光瞥了我一眼 最终还是恶狠狠地放开了我 你跑不了 说完 这个恶魔将我摔在床上 然后毫不在意地离开了房间 我赶紧穿好衣服 擦干眼泪 准备离开这里 刚才我听到好思思的声音 说有人来了 我必须趁此机会 尽快离开这里 然而 当我走出门后 并没有看到任何人 相反 好见盯着我露出了那副饥饿狼般的笑容 她说 林兰 我们这个小区已经出现几例阳性病例 所以目前已经被封锁了 你暂时回不去了 就在这里好好住着吧 听到这话 我感到一阵寒意 看着窗外 可以看到几个防疫人员和物业人员走向远处 难道 这是上天要往我吗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不得不和好见这个恶魔待在一起 而且不知道要待多久 光是想到这种可能性 我就感到胆战心惊 我只能望着好思思 然而 好思思只是向我摇了摇头 我退后几步 迅速跑进了好家的一间客房 此时 我甚至有些庆幸 感谢之前我来过几次 对这个地方还算熟悉 否则 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里逃 或许是知道我已经没有逃跑的机会了 这次我朝客房跑过去时 好见病没有追我 相反 他还一脸趣味地看着我跑进去 在我关上门的最后一刻 我看到他又地朝我露出了咧嘴笑容 那笑容中 充满了对我的必胜信心 我再也忍不住猛地摔上房门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除了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 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再来之前 我原本以为只需要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就可以离开了 所以只带了些基本的家务用品和一部手机用来联系 可不巧的是 昨晚我的手机没怎么充电 现在只有半截电量 我曾想报警 但是好见并没有对我做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所以凭着几处亲子痕迹报警的效果不会太好 另外 由于阳性事件 小区已经被封闭了 警察要不要来还是个问题 不知不觉中 我听到了外面传来走路声和炒菜声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 肚子也早已经咕噜咕噜之小 闻到外面飘来的饭菜香气 我真的太饿了 肚子开始发出抗议 然而 这个客房里除了自带卫生间里的自来水之外 一丁点吃的都没有 半晌 我闻着外面的香气 实在是饿得受不了 只好去了客房自带的卫生间 连着喝了几口水 勉强算是解渴 最后 我检查了一下房门 穿上衣服后 便躺在了客房的床上 既然没有吃的喝的 那我就得先好好休息 为接下来的事情储备体力 在半夜里 我睡得迷迷糊糊时 突然听到门口传来极轻微的动静 我几乎是在听到这个动静的瞬间 就翻身坐了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房门 从我早上躲进这个房间开始 我一直保持警惕 即使勉强睡着 我也始终不能睡得太死 保留着一丝丝的神志 生怕一不留神 好见就会闯进来 但我万万没想到 好见这个畜生的耐心这么足 居然等到我饿了 渴了 害怕一天之后才过来 我紧紧盯着房门 看着门所晃动的幅度逐渐扩大 心中感到恐惧 但我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这个房间非常空旷 仅有的家具就是一个小沙发 但就算我把小沙发搬到门口 房门也很可能被好见砸开 我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门所晃动了一会儿后 那个恶魔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好见露出雪白的牙齿 笑得仿佛要吃人一般 对我说 林兰 我早就说了 你跑不了 说完 好见朝着我猛扑了过来 我不顾一切地尖叫着 白天的可怕经历再次浮现在脑海中 我明白自己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与这个已经精神失常的男人抗衡 好见粗暴地撕扯我的衣服 我无助地哭泣着 我知道现在所有家庭都被封锁 周围的邻居也不会听到我的呼救声 即使听到了 他们也不敢过来帮助我 就在我以为自己再也没有逃脱的希望时 我的尖叫声似乎引起了好思思的注意 他惊慌失措地跑来 试图拉开好箭 爸爸 你在干什么呀 现在是疫情期间 如果你吵醒了楼下的防疫人员 我们会被逮捕的呀 我看着好思思 满心希望她能为我说几句好话 毕竟她是好见的女儿 或许她的话可以让好见稍微冷静一些 此时 她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从未想象过 好见竟然会因为她的话直接回头给好思思一巴掌 你真他妈多管闲事 好思思 你跟你那个妈一样 老子看到你就会气 好思思被她一巴掌打倒在地 她白皙的脸瞬间肿了起来 她不敢说话 我也惊愕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连挣扎都没有意识到 尽管好见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理会 但意外的是 她并没有继续对我们动手 而是对着好思思吐了一口口水 真他妈够扫兴的 曹 等老子有时间了 看老子怎么好好收拾你们两个 说完 好见居然走了出去 我躺在床上好一阵子 才渐渐反应过来 我今天算是躲过一劫了 我转头 看着躺在冰冷地板上 毫无动静的好思思 思思 你怎么样了 好思思躺在地上 直到听到我的声音 才微微地偏了偏头看向我 我没事 林阿姨 您不用担心我 此时此刻 好思思还能关心着我 我感到有些自责 如果不是因为我 她今天也不会爱这样的打 然而 好思思很快又看向我 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却好像能够洞悉我的内心 微笑着对我说道 林阿姨 我不怪你 说完 好思思慢慢地爬起身来 躺到了我的身边 我小时候 我爸爸就经常在外面花天酒地 除了找女人 就是在找女人 好思思苦笑了一下 声音变得更加低沉了 我妈妈一开始还试着管她 但我爸爸脾气暴躁 只凭自己的意愿做事 每次我妈妈说话多了 就会挨她的打 说到这里 好思思仿佛想起了什么 不由自主地缩成了一团 感觉到她的动作更加让我心疼了 犹豫了一下后 我伸出手 将好思思紧紧地搂在怀里 好思思很快有了反应 她借着我的动作 直接整个人都缩到了我的怀里 有些贪婪地嗅着我身上的气息 但这次 我并没有像对待好剑一样感到厌烦 毕竟 好思思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也许 她把我当成了她的母亲 等待了很久才开口时 好思思的声音已经带着哽咽 林阿姨 我妈妈已经去世很久了 她是被我爸爸打死的 我仍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默默地替这个孩子擦拭眼泪 可她的泪水似乎流不尽一样 我不停地擦拭 手上始终湿漉漉的 过了很久 好思思终于停止了哭泣 她坐起来 一双眼睛在月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好思思说 林阿姨 你可以安心待在这里 我会替你挡住我爸爸的骚扰 不会让你遭受跟我妈妈一样的遭遇 最后几个字 她说得很轻 我没听清楚 也没问她重复 看着好思思离开房门 我叹了一口气 好见这个人 真是名副其实的坏蛋 当好思思走后 我摸索着 把客房门重新关上 为了保险起见 我转了好几圈锁 确保门被牢牢锁住 然后又躺回床上 这一晚过得很平静 我勉强算是睡了整夜 只不过第二天早上 我听到门口发出轻微的声响 立刻睁开了眼睛 好见已经成了我的噩梦一般存在 但过了一会儿 我才发现门外的声音 不像是敲门声 听起来更像塑料袋的响声 我猜应该是好思思在门外 如果是好见的话 她肯定早就开始砸门了 但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没有直接打开门 而是悄悄地下了床 光着脚蹲在门口 过了一会儿 好思思轻轻地敲了敲门 说林阿姨 你醒了吗 我给你送来吃的了 听到好思思的声音 我立刻打开门 同时向外看了一眼 好思思也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别担心 林阿姨 我爸还没起床呢 我怕你昨晚没吃东西 就特意早起来给你送吃的 我被她的举动感动了 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谢谢你 思思 如果没有你好思思的脸微微一僵 我猜她有些害羞或是不想提好剑 她停顿了一下才回答我 谢什么 这是是我爸对不起你 我是她的女儿 无辜的我也不能幸免 怎么会呢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思思 出门后 阿姨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好思思开心地笑了起来 好啊 那你带我去游乐园吧 我一直想和妈妈一起去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 当然可以 只要你有时间 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好 好思思再次扑进了我的怀里 阿姨 您真的很像我妈妈 好思思并没有抱我很久 就很快地松开了手 说道好了我要出去了 记得锁好门 如果我父亲醒来发现我们 情况会很糟糕 我当然明白被好剑发现的后果 赶紧点头表示同意 好思思离开后 我第一时间重新锁上门 随后 我只能凑合着用卫生间的冷水喝 吃了三个大面包 才稍微有了点力气 从昨天早上到现在 我经历了两次惊吓 又忙活了许久的家务 一直没吃什么东西 早就饿得受不了了 尽管好思思送来的食物不多 但已足够让我继续撑下去 令我意外的是 整个白天 好见就好像忘了我这个人一样 完全没有来打扰我 甚至她的脚步声都没有靠近过 对于我来说 这当然是好事 能够安安静静地过一天 意味着我离安全逃脱又进了一步 深夜时分 好思思又不知道 从哪里搞来了一大袋零食送给我 临走前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林阿姨 这些东西 你尽量什么的点吃 我那里已经没有零食了 等明天 我想办法 给你送一点饭过来 我点点头答应下来 现在这些 已经不少了 思思 你自己也要小心点 不要被你爸爸发现了 好思思 听从我的提醒 偷偷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而 第二天早上 当好思思敲响我的门时 好剑也在门外 声音非常凶狠 好思思 你在带什么 好思思的声音微弱地回答 我想到 林阿姨好久没出来 会不会在房间里饿死 所以 我想给她送一碗粥 接着 好剑狠狠地打了好思思一巴掌 碗也掉在了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破碎声 同时 好思思的惨叫声 也传了出来 最后 好剑恶言恶语地叫嚣着 我养你这么大 就是让你到处吃喝玩乐的是吧 还为那个人着想 饿死他最好 就算他饿死了 我也不会放过他 眼睁睁地看着门缝里 渗进来一些浓稠的白粥 当我的鞋边擦过这些白粥时 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点点温热 然而 好思思的尖叫声 渐渐消失了 我捂住嘴 不敢发出声音 更不敢叫住好剑 只能靠在墙壁上 越来越绝望 好思思给我送东西的事情 已经被发现了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预料之中的是 从那天好思思 好思思被拖走后的两天里 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她也没有来过我的地方 我只能从门外偶尔传来的声音猜测 好思思很可能被好剑关起来了 不过 幸运的是 她给我送的零食还在 我还能够坚持下去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第三天晚上 又等了两天 好剑好像再次失去了耐心 当天天色刚黑下来 我听到了好剑的脚步声 她开始极其暴躁地试图踢开我的房门 她一边咒骂着 一边砸门 林兰 你别装死了 赶紧给老子开门 我告诉你 如果你听话点 我还能对你好点 否则 你就等着被我收尸吧 我看了一眼好思思给我的零食 沉默着 没有回答 只希望能越来越结实 让好剑累了 就赶紧走 毕竟我无处可去 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忍受煎熬 等待救援 而且 这三天来 我已经吃了不少零食 但他们不能真正填饱我的肚子 因为量很少 听了好剑 在外面大声咒骂 我伸手拿起床头的手机 但由于没有充电器 手机早已没电了 我也没有其他与外界联系的方式 唯一的获取信息方式 就是从窗户往外看 偶尔听听邻居们的话 虽然我知道小区暂时 还没有解封的计划 但也不知道需要等待多久 说实话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到那一天 我陷入了迷迷糊糊的状态 听到好剑在门外叫骂声停止时 我彻底沉入了梦乡 现在睡觉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也是我能节省体力的方式 然而我没有想到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好剑的行为就像一条疯狗一样 也许是因为找不到客房的钥匙 他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来踢门并咆哮着 想进来找我 而好思思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他骂了我两天 但我没有回应 我预感到 一好剑的暴脾气 他可能忍耐不了多久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早上 好剑醒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撬我的门锁 尽管我早就猜到他会这么做 但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时 前两天晚上的恐惧再次袭来 就像潮水般的涌上心头 更重要的是 这次好剑亲口说 他把自己的女儿锁在了房间里 这次没有人会来救我了 当我看到那个熟悉的黑影第三次向我扑来时 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 但我的身体却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把腿就往外跑 可惜 即使在我身体还很强壮的时候 我也比不过好剑 更何况现在 再次被抓到那张大床上 我已经哭喊不出声了 麻木地像一条死鱼 只能满脸 惊恐地看着好剑凝笑着 伸手过来 这次 没有人会来救你了吧 我闭上了眼 试图逃避现在的境地 好剑那张臭烘烘的嘴亲上来时 我更是恨不得当场自挂东南枝 我偏头看向门口 那里有阳光照进来 可惜 这阳光照不到我 然而 就在好剑忙着撕手我的衣服时 我看到门边 出现了一抹熟悉的裙脚 我猛地睁大了眼睛 好思思 她不是被好剑给关起来了吗 我差点惊叫出声 可看到好思思手里 举着的大花瓶时 瞬间又清醒过来 她又一次来救我了 而好思思看到我时 也朝我摇了摇头 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紧接着 她似乎是有些不忍地看着好剑 我急得差点跳起来 现在这个时候 能救我的只有好思思 她要是心软了 那我怎么办 好在最后 好思思还是下定了决心 举起花瓶 猛地敲了下去 砰 一声巨响 好剑晃了晃 有些不可思议地停下 想要回头 可好思思那一下的动静 实在是不小 好剑之来得及晃了晃 整个人就彻底倒了下去 沉重的男人压在我身上 我极其恶心地推开她 晃晃张张地坐起来 还试图整理衣服 但好思思紧紧拉住了我 林恩怡 你穿的这件衣服已经不行了 先跟我来 在屋子里左拐右拐走了几圈后 好思思带我到了一个采光极好的大房间 一进去 我愣住了 这不是主卧室吗 看着好思思的表情 我知道她想让我躲在这里 但是 如果好剑知道了 我不就是羊肉虎口了吗 好思思看着我 林阿姨 这是我妈妈生前的房间 因为我爸爸有心虚 从我妈妈去世后 这个房间一直都是空着的 你躲在这里 她肯定不敢来找你 说着 好思思看了一眼 我已经破烂不堪的衣服 林阿姨 我妈妈是个好人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换一件她的衣服吧 我相信 她不会怪你的 说实话 我原来有点忌讳鬼神之说 但是 看着好思思明亮的眼睛 再想想好剑那个畜生 我突然什么也不怕了 有句话说得好 有时人心比鬼神还可怕 最终 我还是听了好思思的话 躲在了他们家的主卧室里 换好衣服后 外面传来了响动 果然不出我们的所料 好剑醒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 我听见好思思告诉她父亲 我已经逃走了 好剑接下来说了些什么 我没听清楚 但我听到了好思思熟悉的尖叫声 和呼通声 好剑又开始打她了 在与好思思相处的几天里 我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对她的依赖 甚至想将她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 更重要的是 我曾经答应过她 在出去之后带她去游乐园玩 听着好思思的尖叫声渐渐消失 我感到坐立不安 慢慢把手放在门锁上 这几天以来 好思思一直受到好剑的殴打 而这次好剑似乎毫不知情地使出全力 我担心好思思会出什么事情 我在房门前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决定不出去 好思思为了我费了很多心思 甚至连她母亲的遗物都舍得让我动 如果我现在出去被好剑抓住了 那么她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 幸好好剑打十几分钟 等好思思停止哭喊后才停手 深夜十分 好思思又来送我几个包子 看着她红肿的脸 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思思 你能不能报警 我们一直这样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个想法刚刚在我脑海中浮现 但我说出来时有些担心 怕好思思会拒绝我 毕竟好剑是她亲生父亲 而这个孩子又早早失去了母亲 或许她还有些许的亲情 然而好思思摇了摇头 但她的理由却与我的想法不同 林阿姨 我也想报警 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 我爸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一次报警不成功 接下来不仅是我 你也会受到她的报复 我只是她的女儿 最多挨几顿打 但你还有自己的工作 她复杂的眼神注视着我 而我被她的理由说服了 沉默了下去 是啊 好见这种无赖 要想摆脱她 难度确实太大了 我和好思思都陷入了沉默 好一会儿后 她主动再次抱住我 林阿姨 你等等 等到封锁结束 我第一时间保证把你送出去 我已经告诉我爸 你溜走了 她不会再对你动手了 我们相互安慰了一会儿 好思思红着眼睛 离开了房间 我仍然坐在房间里 等待她把门锁好 但我不知道 甚至因为这个房间里 真的藏着好思思母亲的灵魂 这个晚上我很难入睡 甚至感到有点不安 我想起了开灯 但是考虑到外面的人 我没有这么做 我的心跳生在静谧的夜晚里 清晰可闻 我最后走到了窗台上 像白天一样注视着外面 渴望着逃脱 我终于熬到了半夜 开始感到有点困了 但这时 外面的声音又开始了 这次不是好简单方面 对好思思的斥责 而是两个人的冲突 透过紧闭的房门 我听到两个关系 最亲密的人互相辱骂 使用恶毒的语言 外面的动静也越来越大 几乎像要推倒整座房子 一开始 我只是默默地听着 但我很快就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 好简好像已经喝了很多酒 说话开始变得含糊不清 而且 我亲耳听到他说要 阿斯好思思 突然间 我再也坐不住了 好简是一个成年男人 而且一直在打好思思 今天他喝了不少酒 如果他一时控制不住自己 可能会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 我不能再继续等下去 于是悄悄地打开了房门 鉴于好简已经喝醉了 我应该有机会把好思思救出来 但当我走出去时 看到的不是好思思 被好简打在地上的惨状 相反 他直立着 对对着我 手中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刀子 好简 你以为我还是那个能忍受你的打骂的小女孩吗 还是你以为我是会任由你欺负我的母亲 好思思一向温顺可爱 让人恋爱 但是 当我看到他手持刀子 面容冰冷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惊讶 也有些害怕 我停在原地 不敢再往前走 好思思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 他站在好简的面前 手握刀子 喘着气 向他慢慢地走近 爸 你看看这位新来的保姆 你会不会喜欢他呢 我找了好久 找到了一个漂亮又能干的人 你是喜欢这样的女人吧 说着 好思思在好简面前挥舞着刀子 但是 每次你想要做些不好的事情 我总是打断你的好事 你一定很不爽吧 没关系 等你死了 我会让他陪你走 如何 好见躺在地上 一半因为酒喝多了 一半因为女儿的话 吓到了 喘着粗气 努力挣扎着说话 好思思 我是你的爸爸 你难道就这么想害我 你是我爸 好思思痴笑了一声 当你害死我妈的时候 当你天天打骂我的时候 你有想起你是我爸吗 现在 你想要杀我 你才想起你是我的爸爸 别担心 等你死了 我勉强可以把你当做我的爸爸 多少一点纸钱 也不会亏待你 好思思手中的刀子一挥 要朝好简扎下去 我看着这一幕 心中也是万分紧张 平住了呼吸 虽然我对好简这个人渣 并没有半点同情之心 但听了好思思的话 我知道 现在如果好简 就这么简单地死了 我接下来就要遭殃了 好思思的计划很明显 他特意找我来 一方面是为了让他父亲犯错 另一方面是 想要我当替罪羊 好简活着 他所犯下的罪行 可以被法律公正地评判 但如果他死了 我的安危可就不保了 我情急之下四处寻找 忽然看到了好思思上次 用过的花瓶的另一只 我毫不犹豫地举起花瓶 冲了过去 好思思感觉到不妙 想要回头 但我跑得极快 前后也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花瓶就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头上 哗啦这一声 花瓶碎成了片片 我看着地上的碎片 神色复杂 这对花瓶 一直被好思思用来救我 另一只则被我用来攻击他 好剑仍躺在地上 喘着气 看起来像一只快死的猪 他用颤抖的声音叫我的名字 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我却懒得理他 视线也不去看他 或许此刻好剑还以为 我出手是为了救他 好思思昏倒在冰冷的地板上 如果在不知真相之前 也许我会心疼他 但现在 我只随手拿了个毯子 盖在他身上 然后 我踏着好剑和好思思 动弹不得的身体 静止走到电视柜旁 拿出了一个 小小精致的监控摄像头 摄像头上 还亮了一盏细小的指示灯 我仔细检查过后松了一口气 也许是因为我安装得十分隐蔽 几天过去了 好剑和好思思都没有发现这个 移动监控摄像头 他一直在录制 因为我在来之前已经给他充了电 这个摄像头记录了所有需要记录的画面 看到监控摄像头时 好剑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 他颤抖着手指着我 我转向他 你没想到吧 作为保姆 我也有自我保护的手段 作为一名上门服务的保姆 经常遇到雇主临时有事或者不在家的情况 我亲身经历过多次诬陷偷窃和其他各种栽赃陷害的情况 每一次罚款和受罚都让我逐渐领悟到了一个道理 如果在雇主家里只有孩子或者没有其他人时 必须在工作期间全程录像以自我保护 这次 我的小心谨慎成为了能够证明好见罪行的关键证据 虽然他一直纠缠我 但从来没有得手过 没有确凿证据 只凭那些不明确的痕迹 我报警也未必会奏效 现在 因为事先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我们所有的恩怨 包括好思思的计划和我采取的正当防卫 都被录制为证据 将摄像头拍摄到的关键内容全部复制下来后 我再次穿过好见和好思思两人 静止躲进了主卧室 报警后默默等待天亮 好思思说的没错 好见的确害怕这个房间 到深夜 我明明听到他起床 并在屋子里走了许久 但他始终没有接近这边 我忽然感到有些可笑 这个男人连违法犯罪的事都敢做 却害怕可能不存在的鬼魂 翻了个身 我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 当天亮时 警察敲响了门 我把手上的证据全部交给警察 跟着警车回到派出所做笔录 到达派出所后 好见和好思思都基本清醒了 只是好见一直怒视着我 好思思的眼神却非常复杂 我并不在意 极其配合地完成了笔录就想离开 封锁已于今天早上解除 所以如果一切顺利 我出了警察局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在我离开之前 好思思叫住了我 林阿姨如果有机会你还会带我去游乐园吗 我突然想起我们之前的约定 静默了一会儿 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我很感激好思思这几天对我的帮助 但一想到她从一开始就把我当作一颗棋子 我就无法再对她有好感 毕竟好见这种人坏在表面上 但好思思这种人的坏却是防不胜防 君子不利于围墙之下 虽然我不是君子 但我想过好我的余生 这件事过去不久 我辞职了 并换了一份工作 作为备受赞誉的金牌保姆 公司试图挽留我 但我想到做这个工作时会遇到各种大小的危险 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份更轻松的工作 两个月后 之前报警的警察联系我 告诉我好见因为强奸未遂 罪名重大 被判处十年徒刑 而好思思因为故意伤害罪和杀人未遂 被判处五年徒刑 听到这些消息后 我默默挂断了电话 我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 从此再也不会遇到这种伤害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